第0811章 至尊夜翁的一声 鸟汇 鳞片 兽牙等再现 穿成一串 横尘虚空中 散发神圣光芒 照耀向十号 不仅十号一正 就是其他人也一惊 难道说 六冠王亲自来了 很快 十号明白了 这条神秘的手串 在采集他的气息 铭记他的神魂波动 这是要进仙古石绝杀他 观战的神灵们 也明白了手串的作用 若是能斩杀罪血后代更好 杀不了便记下他的气息 一旦进仙古 便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寻到他 十号冷淡相对 并不惧怕 看着手串 道 滚吧 进仙古 我必然灭你 这样霸气 这等姿态 让很多人都张口结舌 一阵无言 从古至今 尊者进的生灵 有谁敢说这种话 居然如此放言 要进仙古斩宁川 别说数十万尊者 就是观战的真神 天神等 也都是一阵正然 这罪血后代太强硬了 无拒一切 这一世 仙古是古代怪胎的天下 罪血后代虽然超凡 但是他有这种底蕴吗 终究会原形毕露 一旦进仙古 我等看着你如何解脱 有神奇寒声道 带着很强的敌意 仙花之伴会硬险 亲眼看着你发威 还是匍匐在别人的脚下 那几个损失惨重的古叫中 有不少人面色阴沉 战场外 一名少女出现 一招手 手串羞的一声 化作一道流光飞了过去 被他郑重捧着 就此消失不见 排场道不小 十号冷哼了一声 没有追赶 他登上第四层祭坛 并且速度不算多慢 依旧是剑步如飞 让下方的那些尊者 倍感无力 这太妖孽了 这还算是考验吗 谁来到这里 不是一步一步攀登 如背负山岳而行 可他 就是这么的大不留心 太打击人了 非常考验 其他尊者的心理承受能力 刷的一声 十号一跃而起 冲上了第五层 在这里感受到了压力 步履放缓了一些 他惊讶 在盘山道上 见到了几条身影 正在艰难的迈步 在他单个时间激战时 有些人早已上来了 这很不凡 绝对是一周尊者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 只要攀上第三层 就意味着差不多获得了资格 因为能有一万尊者 爬到这一层就不错了 向上攀登者 都是想看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想拿到第九层那个十碗 获得至尊业 第六层 十号觉得压力确实大了 步履沉重 但依旧难阻他前行的步伐 在这里 他又看到两个人 一男一女都很强 可是此时却以满头大汗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当这两人看到 他云速而静 一路向上时 差点一头栽倒 脸上的汗水哗哗地向下流 这太糟糕了 打击人的信心 战场外 所有观战者都动容 预感到今天 可能要有非凡的事情发生 妖龙道门 火云洞 罗夫针骨 这些道统的人面色铁青 因为他们全军覆没了 最终这块地盘上 没有一个弟子成功过关 都被一个人杀败 他登临上了第七层 有人惊呼 十号步履很稳 来到祭坛第七层 到了这里 早已身在宏大的祭坛的半腰 位置极高 可俯视四方景象 这让很多人动容 要知道 很多年了 强大的天才 也不过登临上第七层而已 但都异常吃力 闲死还生才能上去 而这个少年 却这么地随意 沿着盘山道 一路向上 哄 当十号踏上第八层时 身体矩阵 像是有一片太古魔月拍击下来 全部砸在了他的身上 令他的骨骼 劈啪作响 这里已经到了云层中 随着他上来 浩瀚距离震散了云朵 下方 有尊者知道后 一脸活见鬼的样子 抬头仰望 不能置信 至于远方的修饰 也都发呆 多少年了 大概有三万多年了吧 已经没有人登上第八层祭坛 全都失败了 这个少年 这个醉血后代 这是要创纪录啊 打破三万年的宁静 死 有人倒吸冷气 盯着他的背影 轻语道 我怎么觉得似曾相识 他的形式风格 还有强大的底气 有点像 慌 有个别人怀疑 但是却无证据 不管怎样说 一旦进仙谷 什么样的身份都会泄露 保不住秘密 我再期待 看一看他究竟是谁 都有哪些身份 有人低语 动 十号在脉步 踩在第八层祭坛上 让通体乌黑 比山岳还宏大的至尊古坛轻颤 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力量 下方数十万尊者骇然 就是看不到也明白了 有人登上了第八层祭坛 因为传说唯有到了那里 才能撼动此坛 动 动 脚步声沉闷得如同神谷在泪动 想在众人的耳畔 节奏始终不变 让一些尊者受不了 竟大口吐血 因为 整座祭坛都迈动了起来 让他们的气血跟着共鸣 哄 是一声巨震 至尊古坛发光 与此同时 这里响起了诵经声 又四禅唱 也像天地心语在名站 宏大的古坛剧烈抖动 光辉弥漫 天啊 破了八万年纪录 他登上了第九层祭坛 这一刻 所有人的表情都僵硬 写满了震惊 与此同时 一块晶莹的巨碑浮现虚空中 这是辉煌神碑 但凡登上第九层祭坛的人 都可以在此留名 这片天地不能宁静 无论是数十万尊者 还是那些观战的人都 一片嘈杂 大声议论了起来 神碑腾空 出现在十号的镜前 他想了想 将额头上 可发圣光的符文刻写下 出现在石碑上 醉 几大鼓叫的人 见到这一幕 都面沉似水 盯着那个字 不曾想到 他竟留下这样一个名字 这是荣耀 这是宫戒 这是辉煌 早晚会大白天下 十号说道 奇音如雷 震动长空 让所有人都可清晰地听到 石碑上 还有些名字 都是万古来的璀璨强者 有些人 仅已成为一方巨头 也有些早已买骨 数十万年 石号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继续前进 他要接近中心地 去拿起那只碗 第九层的压力 比刚才雨强了数倍 强横如石号的体魄 也觉得骨骼在响 隆隆而鸣 这一刻 他像是在背负着青天而行 不过 让人震惊的是 他自始始终都没有驻足 不曾停下 脚步节奏不曾改变 一路向前 这 从未有过吧 昔日 有惊艳生灵上来 但却也是在苦熬 不断争夺 艰难才走到中心 他却能这样云速而尽 这绝对是一项壮举 很快 他来到了最中心 虚空中悬着一个石碗 那里面液体灿灿 都快溢出来了 一股沁人心脾的芬芳样起 让人沉醉 啪 石号的手掌碰到了石碗 感觉到了一股清凉 并且一下子让这里锐霞蓬勃 光芒万道 绚烂与神圣无比 一面石碑再现 记录下这一切 石号再次留名 因为 有些人即便灯灵上第九层祭坛 也无法走到这里 最后遗憾地栽倒在地 被震落下祭坛 石号成功了 静止到了终极地 最 速度之快 创罪周二十万年记录 简单的一句话 记载下这样的辉煌 让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 目瞪口呆 不光是这一记录惊人 更因为 人们清楚地知道 这家伙在路上耽搁了很长时间 他曾绕祭坛而行 横击八方强者 又站在第三层祭坛上 大战六贯王的人 横扫敌手 这绝对花去了不短的时间 即便如此 他还是开创了一个惊人的记录 若是不耽搁 他会有多快 会书写出怎样的记录 坏了 我等严重低估了罪血后代 他异常强横 可现在无法告知教中弟子了 有人说道 现在 各州都在进行筛选 只不过各地的关卡不同 但都在灵界进行 一旦结束 胜出者便会被直接送进无人区 十号抓住碗 猛力撼动 这虚空都抖动了起来 伴着赤圣的光辉 他终于将十碗抓起 送到嘴边 一行晶莹的字符出现 刻写在虚空中 讲述了至尊业的来历等 此业 为诸神印记 灵界精华凝成 从虚空中而降 多少万年 才能滴满一碗 十号大受震动 这蕴含了诸神的道 试炼元胎 养神的神圣之业 甚至可以让元神再变 脱去老壳淡出圣胎 这东西了不得 十号星颤 也许 点燃神火时 这至尊业有大用 他没有犹豫 张口就喝了下去 但不曾练化 而是让他守在元神外 化作一团光 璀璨夺目 一行字右线 告知十号 得到此业 以后便无法再来此地 获取第二碗至尊业了 只有这一次机会 十号并不计较 这一次就足够了 短暂停留 十号一跃而起 跳下至尊古坛 哼 地面一阵颤动 他像是一尊魔主般降落在地 黑发飞扬 眸光如电 这一次 收获巨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进广袤无人区了 突然 十号觉得异常危险 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可周围只有一些 被从祭坛上震落下来 不甘失败离去的尊者 会是他们 他快速后撤 想要避开 哼 一道又一道光 将这里淹没 炫目至极 危险到让人惊悚 这是一个法轮 化成一道光幕 封锁方圆 十丈空间 在这块有限的空间内 各种可怕 禁忌秘宝飞舞 灭魂针 镇魂塔 丧魂中 足有数百件 挤满了 这狭小的密闭空间 想躲避都不能 十号变色 这些东西都是大杀器 可以在灵界中杀人 当年他在虚神界中 就曾经历过 这些东西不能触碰 一旦伤害到机体 将精神衰竭 最终崩溃 在现实中也要死去 最可怕的是 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这些东西都炸开了 比之虚神界的那些禁忌之物 厉害得太多了 冲击向他 开 十号大吼 昆蓬斥展出 轮回全阵天 雷帝宝树横空 交织在一起 圣光如大日炸开般灿烈 没有人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直到片刻后 轰得一声暴响 那法轮破碎 无上教主炼制的法阵被破开了 里面的各种大杀器 结成积粉 十号劈头撒发 但是身上并无伤痕 目光冷冽无比 他砰的一声 抓住了想要顿走的几名尊者 什么话也不说 直接搜索记忆 下一刻 他目光赤胜 杀气滔天 扑扑几声 他将几人震报 而后腾空而起 竟然直接扑杀向远处的观战者 冲着那些神灵而去 这个地方暴动 所有人都傻眼 这少年太生猛了 这里可是有天神啊 他居然就这样杀了过来 是了 人们醒悟 天神在此受限 这真是一个暴脾气 一怒就要杀神起 所有人都大震 眼睛发直 看着这一切 第0812章 霸脸 十号一纵就是万丈 如一颗流星般砸来 咚得一声 山石似飞 它落在一座石山上 整座山体军裂 即将崩塌 太快了 紧一眨眼 他就扑杀到了眼前 他略微停住 在人群中扫过 盯住了一些神灵 那些人的袖子上 有道筒的标志 很好认出 显然 他是冲着火运动 妖龙道门 罗浮真骨等门派而来 此时 别说当事人 就是其他不相关的人 都感觉汗毛嗖嗖地立了起来 这个少年的眼神太狂野了 亮如小太阳 火运动 妖龙道门的人 也有不少人变色 特别是一些神火镜的人 此刻居然感觉像是被洪荒巨兽锁定了 轰隆 十号双臂一盏 如同金翅大鹏翱翔 带着一股狂风 让这个地方飞沙走时 刚才断掉的山峰那里 数千斤 上万斤的巨石 如同雨点般 向前砸去 至于他自己 也跟进 杀气盈眼 你在做什么 违反规则 想被取消参赛资格吗 一位真神呵斥 阴沉着脸 目光优烈寒冷 十号根本就没有理会 那些巨石化成狂风 劈头盖脸地向前砸去 并且他拍出了一掌 你敢 有人赤道 不知进退 敢在这里行凶 一些人寒声道 十几人月空而上 祭出宝树 撑开光幕 防护这里的同时 也攻击十号 动 巨石砸在光幕上 全部炸开 被化成碎线 但是 紧接着十号的一掌 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了 这十几人 有半数都是神火强者 还有几名真神 都遭遇了距离压制 怎么会这么强 有人低贺 虽然早已见到他在祭坛上 天动神武 但是真正亲身体会 又是一回事了 在这只能发挥 尊者实力的场地中 他们全都振战 啊 有人大叫 数人身体矩震 所寄出的宝树被击散 自身则如被神山撞击般 大口可血 倒飞而去 真神也遭遇险情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们也只是大员满尽的尊者 不能更强 战力不如初代的 斩面 几人轻斥 宝树被震开的刹那 他们祭出自己的法器等 刀剑齐鸣 寒光冷冽 鼓闻迎灿 嘎嘣 可是 虚空中落下的那只手尖固无比 击断鼓剑 折断长刀 并且翻手尖神光澎湃 压落下来 你 一位神灵大怒 醉血后代太嚣张了 一只手压在他的头顶上方 冷酷而轻蔑 非常的随意 他被逼得举双手迎击 结果依旧不行 咔嚓 鼓烈的声响传来 十号那只手压得他双臂折断 天灵盖发麻 寒毛倒数 不 他奋力抵抗 结果 被那土黄色的大手 依旧压得头颅裂开 身体微米 筋骨劲断 扑扑 不止一人如此 十号这只手掌放大后 压盖了此地 几位强者皆被拍翻在虚空中 身体爆碎 你 领先冲起的神奇惊怒 结果他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凝固了 十号一步就冲了过来 裹带着万丈金光 扑的一声 弹指间一枚灭魂针出现 烟红而漆焰 被拍入他的眉心内 当场让他的表情铭固了 够了 你为何在这里杀人 难道不想进仙谷了 要剥夺你的资格 后方有人责问 几个古老道筒的人 沉不住气了 哄 十号出手 雷红滔滔 将剩下那几名重伤者 全部击穿 血无量起 杀了得干净 至此 他才停下来 黑发散乱 但是身上却并无血与伤 目光冷落电芒 让他看起来有一股魔性 你们说 剥夺我的资格就剥夺 十号冷审 他的目光寒烈 扫向前去 让一些人心中打鼓 这是一种荒谬的感觉 分明是一个少年尊者 居然这样俯视成群的神器 乱杀无辜 心性残忍而逝血 你这样的人 没资格进仙谷 有人赤道 来自妖龙道门 十号落在一座石山上 看着前方 虽然只是一个人 但是却有一种军灵天下 为我独尊的大气概 独对众人 有意思吗 你们虚伪到让人恶心 十号说道 平淡的话语 让开口说话的真神 脸色憋得通红 眼中喷火 一个少年 就这样当着 一周明素的面折辱他 令他震怒 真想一巴掌 将对方击杀成泄鱼骨 刚才发生了什么 有目共睹 你们这几个骨骄 真是不要脸 破坏规则 对我出手 十号说道 他毫不留情面 就这样当众说出 这些道统最重脸面 他自然不会放过 当众削他们的面皮 事实上 刚才十号陷进一座法阵中 遭受莫名攻击 有目共睹 很多人都能猜出 不过 谁都没有想到 他这么干脆 直接杀了过来 眼里不揉沙子 哪怕是挤得 最古与最强的道统 也不行 他当面出手 小友 你言辞过了 刚才你在祭坛上大杀 我们几交的弟子 我等都不曾开口 现在你又找这种 别角的理由 针对我等 这可不太好 有一位老玉说道 为真一进高手 也就是真神 滚 对此 十号只有一个字 当中斥责 懒得多说一句话 这里的修士太多了 罪州人占了大半 还有其他州的民宿 见到这一幕全都发呆 真有点为当事人感到难堪 堂堂神灵 几大鼓叫 被一个少年人这样堵上来 大声呵斥 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少年人 你太嚣张了 当真以为 这里没人收了的你吗 羞辱与污蔑我等 不能善了 必须要有个说法 我给你们说法 全部杀光 十号冷悠悠地说道 你 有些人气到颤抖 一群强者向前走来 各个杀气弥漫 目光冰寒 全都散发古文 要祭出最强宝树 几骄的人马动了 尽管知道他非常强 但是却也只能出手 不然几大古老道统 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你们 一起上吧 十号黑发飘起 目光赤胜 非常的自信 就这样俯视所有人 这样的话语一出 一群强者脸色通红 一个少年尊者静 这般轻视他们 虽然很多人开始便一起向前逼去 但是被人这样说出 张扬的点指江山 小区一群他们 还是觉得很难看 出手 后方 有人冷漠地说道 众人心头一颤 有天神发话了 顿时间 众人目光胜烈 天神不止一尊在此压阵 能够达到那个境界 有几人是凡俗 特别是身上有可怕秘宝 也许 能杀此人 哈哈 十号大笑 浓密黑发飞舞 双目如金灯般璀璨 有种霸道 更有种硝狂 蔑视众人 他知道 这些人的心里 其实很忌惮 但却碍于大叫颜面 不得不上前出手 那命来吧 十号俯冲 他浑身发光 一步一幻灭 在前进的过程中 身前与背后 有金色海浪阵阵 拍击虚空 这是法相凝聚 神力成海 极度鼎盛的一招 许多人发毛 达到这种地步 历来只在古代传说中出现 现实中 他们不可能见到 十号这一刻 简直如虎入羊群 刚猛无比 霸气无匹 大开杀箭 他双臂一阵 金光万众 浪涛击天 仅这一击而已 最前面一排强者 就都被掀翻了 而后在虚空中军裂 噗 血光成片出现 一下子就有十几人陨落 什么真一 神火 在尊者境界时 也不过如此 十号轻蔑地说道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小章 小猎处 受死 有人祭出秘宝 让虚空嗡嗡作响 这是一柄保险 以一头神情的鸟灰炼制而成 威力强诀 可杀诸神 在现实世界中 这可是一件天神法器 但是在这里 他遇到了大问题 发挥不出威力来 当 十号简单霸道 一拳就给轰飞了 那丙保险倒雪而回 根本不受控制 发出惨烈的光 扫向人群中 因为 十号那一拳的力道太大了 扑扑声不绝于耳 一瞬间 十几人被剪断躯体 发出惨叫声 这保险光芒刺目 风锐无比 杀了不少自己人 这让火运动的人震怒 莫名损掉自己人 不仅丢人 还很惨 没等他们多想 十号闯进人群中 所向披靡 一拳轰出 一位神火强者 当即暴碎 扑 接着 他凌空横扫 那条腿如龙蛇摆动 古文密布的同时 也带着一种可怕的柔韧性 这一腿横空 周围一片人倒下 六七人骨断金蛇 血肉模糊 横飞了出去 还有六七人 被这一腿扫的半截躯体断裂 躯干分成了两部分 凶猛 霸道 强势 无数观战者全都惊悚 寒毛炸力 这简直就是一头人形的暴龙 足以碾压一切 在这里有无敌神资 杀呀 众人大叫 这一刻眼睛红了 一起为杀 十号身体发光 脚下金莲遍地 伴着火光 呈现出异象 烈火重金莲 无穷无边 痴痴声不绝于耳 一株又一株金莲拔地而起 带着火光 像是一柄又一柄仙剑 射了出去 瑞霞灿烂 扑扑 这是一片可怕的声音 这么多人围攻 群起而上 给予了十号群杀的最好机会 一大片人眉心被击穿 各自栽种 尽一株烈火金莲 伴着血液 面部表情凝固 这是群杀 十号永利无匹 霸气无边 都在尊者静 他是无敌的 哪怕那些人曾经走过这条路 早已晋升到更高层次 也不行 哄 十号举手投足间 带着滔天的光芒 他放开了手脚 打开杀箭 一拳轰出 前方必有人爆碎 化成血鱼骨 他勇猛直径 无人可挡其路 最可怕的是 他还在以灭魂针 猎杀一些超强者 碰 有人持宝伦 跟十号对了一击 让着虚空扭曲 紫色浪涛拍击长空 你破坏了规则 一位天神说道 冷漠无情 手持宝伦 我通过灵界考验 而你等却 暗中加害 用震魂塔 丧魂中等除我性命 也配说破坏规则 十号强势 凌空一脚就扫了过去 脚掌机像天神的脸堂 你 天神震怒 这个地方顿时神光滔滔 一个少年居然敢这般狂放 一脚踏向他的脸 几大鼓叫的强者不能宁静 很多人冲向前去 砰砰 数十次交击 光束腾天 不得不说 能成为天神的生灵 还是有惊人手段的 不然一个道筒漫长岁月的积累 也不会那么少 只是 不断碰撞后 那禁忌法器宝伦 已经暗淡了 被十号生生击的 要翻飞而去 并且 在这个过程中 有十几名强者 先后被十号击杀 血溅虚空 噗 十号在出手 静一把掘住了天神的小臂 猛力一扯 咔嚓一声 有骨头断裂 炎红的血肥起树齿高 他扯断天神的一条小臂 第0813章 过关 一声大吼 这名天神倒退 手斧断臂 红艳艳的血躺下 半边身子都染红了 他的目光跟刀子似的 盯着十号 遭受这样的重创 不仅是败迹 更是耻辱 四眼 鸦雀无声 人们心头如有洪水冲过 不能宁静 这样的少年古来罕见 强大的离谱 老祖 一群人围了上去 将天神护在中央 几叫修饰都震动 一个个脸色发白 今天遭遇了耻辱 居然奈何不了这个少年 这么多年来 他们的道统 坐看天下风云起 高高在上 俯视各方 谁敢招惹 就更不要说 被人横扫了 今日 一个少年霸道出手 杀到他们没脾气 动 脚步声传来 有两人并列走来 也是天神 目光冷冽 注视十号 与那受伤的天神 并肩站在一起 十号大笑 神采飞扬 随后又露出轻蔑的眼光 这是一种张扬 更是一种傲慢与不屑 不将他们放在心上 一群强者当场 出离愤怒 有些人脸色赤红 血气翻腾 让他们感受到了 这一种羞辱 一个少年居然这样 看着他们 无尽羞视观战 见到这一幕 大受震动 罪 若是不死 他日必登绝颠 有人轻叹 称十号为罪 因为他在 至尊古坛上 提字流明时 就写了这个字 一代新人换救人 注定要崛起一位至尊 可惜 我们的弟子门徒不知道 无法得到消息了 但愿敬仙古后 不要惹上他 听着人们的议论声 以及低语 几大古叫的人 脸色更难看了 很明显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 今天灾了 注定要吃大亏 而他们可是来自 几个古叫 罪血人 一位真神大鹤 道 你这样肆无忌惮 是要挑战 我们几个古叫 来日要决一死战吗 这是威胁 也是恫吓 想让十号就此罢首 毕竟那是几个鼎盛的大叫 在现实中 有谁敢独自对抗 你说对了 他日我避意拜访 十号答道 不知天高地厚 真神赤道 他知道这条路行不通 对方不会退缩 你再说一句试试看 十号冷淡地看着他 真神大怒 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 曾几何时 一个少年尊者 可以威胁真神了 并且还他站在天神旁边 我说你 不知 他瞪眼呵斥 再次重复 然而 话还没有说完 就觉得眼前一花 成片的金莲扎根虚空中 向他扫出烈火 迸发金芒 你敢 许多人大喝 就是三位天神 也目光森寒 这也太狂妄了 当着他们的面 要斩杀近前的真神 浑然不将三大天神 放在眼中 三人快速阻挡 有何不敢 三头废物 给我滚开 十号大吼 他浑身光焰跳动 如同真实的火 刺目与强盛无比 这样霸道话语说一出 他连斩路上的强者 直冲三大天神那里而去 所有人都大惊 至于当世人 三位天神则怒法冲冠 这个少年在说什么 敢称他们为废物 难以想象 多少年了 自他们成为天神 漫长岁月过去 一直俯视各族 受各方敬仰 谁敢这样 被他们说话 扑 鲜血溅起 十号腾空 双足落下时 踩踏出惊人的雷电 震得一些尊者大叫 有些人当场骄黑 更有一些暴碎 血雾争腾 他如入无人之境 这一幕 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 何为无敌 这个少年 展现出了这种风采 诸多观战者 各郊的民宿 全都有些口干舌燥 多少年不曾见到过 这样神勇的少年了 他们也曾年少过 也曾热血冲天 此时仿佛 跟着回到了少年时代 少年 赤天神为三头废物 杀猪强如鸡 土鸡瓦狗 震惊至尊 古坛附近所有人 啊 几大鼓叫的修士联手 阻挡他的攻击 三大天神更是震怒 即便是负伤 失去小臂的人 也目光阴冷 爆发最强神威 催动宝具迎战 吃 十号身在半空 如一条真笼在翻腾 横过许多人的头顶 白腿间 神光暴涨 直接砸下 那条腿比龙尾还有力 让一群人暴徒鲜血 大叫着飞了出去 而后炸开 这种霸道的场面 惊呆了每一个人 当我折死 在他的指端 飞出一缕又一缕白光 圣洁而灿烂 祥和而又内云霸裂 随时会爆发毁灭神威 这是上苍结光 三大天神悚然 他们的宝具被打得暗淡无光 全部横飞了出去 并且 这种光阵的他们胸口发闷 要咳血 哄 十号如龙般俯冲了下来 镇的一群强者咳血 有人死亡 有人重伤 翻飞向两旁 就是三大天神 也被打得倒退 不能阻挡 你 早先说话的真神 此时脸色发白 噗 十号一掌压落 白光滔滔 覆盖此地 此人直接被蒸干 化成血污 化成烟尘 化成光雨 千军中 斩杀敌手 无人可阻 翁的一声 十号旋转而起 一脚踏向一位天神的面孔 一掌拍向另一位天神的头颅 强势出击 他真正的目的 自然是三大天神 一人大吼 催动出一张画卷 这是密气 再次寄出后 将解体 不复存在 但是威力无穷 他寄希望 此物可暂时突破灵界的压制 能灭掉十号 十号感觉到了异常 但是并不担心 一声大喝 身体喷勃圣光 白茫茫 并且掌心中出现一个烙印 发出刺目的光 最后 一只模糊的手 挣脱其肉身 显化虚空中 可惜太不真实了 有点朦胧与暗淡 不够完整 即便如此 也发出一种可怕的威势 因为这是 上苍之手 碰 那画卷被击穿 不曾燃烧起来 就被拍散了 能量不能席卷过来 啊 那位天神守当其冲 半边身子被击穿 遭受重创 血剑当场 吃 十号祭出一枚灭魂针 射向他的身体 这是要绝杀 噗 果然击中 让那名天神神色大变 枪的一声 他长指如刀 异常果断 竟斩掉了那尖头 而后急速远去 天神退走 这引发巨症 其他强者健壮 全部脸色发白 而后信心崩溃 向着四面八方逃去 杀 十号大鹤 追击那些人 接连出手 当 可惜 至尊古坛方向 想起了终生 考核结束 数十万尊者被清场 这里的一切结束了 十号遗憾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 被一股距离拉扯 要离开这片战场了 最后一击 他对一名天神出手 模糊不完整的 上苍之手击出 让那人神色大变 即便在飞速倒退 但依旧被拍得大口壳血 部分身子破烂 最为可怕的是 十号这一掌中 依旧加着一根灭魂针 噗 这一次 此针是飞向头颅 精准没入 让那位天神一声惨叫 目光中露出惨烈的盲 他惊悚了 什么 一位天神中了灭魂针 天哪 一位天神要陨落了吗 这引发轰动 三大天神都遭受重创 血剑灵剑 其中一人可能会死掉 所有观战者都哗然 心中大震 吃 十号从这里消失了 同志尊古坛上的一群尊者 一起被送走 离开了灵剑 最终 宏大的道场内 霞光闪动 一道又一道身影 被扫了出去 锐减七十几万尊者 只还剩下一万人 这是最终的胜出者 离开道场的人 带着不甘 带着失望 没入人群中 无比的沮丧 当然 在这种神情中 还有一种莫名的光彩 他们都在盯着道场 寻找一个少年的身影 所有人都知道 出了大事 最 不仅创下记录 得到九层祭坛最高处 十碗中的至尊业 竟然还杀进几个道统的传人 且杀了他们的神灵 下一刻 观战的人也都回反了 无穷无尽的修士复苏 这里一下子乱了 中了灭魂针的天神 来自火运洞 还是妖龙道门 这真是惊人 一场考验 居然要死一位天神 人生嘈杂 此地大乱 所有修士恢复过来 不是先看向 胜出的一万名尊者 而是寻找那位天神 这是一场轩然大波 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过这种事 灵界的考验 居然演变为与天神激战 并很有可能击杀了一尊 终于 人们找到了那几个 名震天下的古老道筒 一群人早已不能宁静 在那里有各种呼喊声 因为 有一部人倒在地上 不能起来 十号用灭魂针 可不止灭了一尊真神 天哪 老祖 你快醒来 有人背呼 并且 妖龙道门的一位天神 倒在地上 嘴角一血 脸色苍白 没有了声息 生死不知 除此之外 另外两位天神也都阵战 因为他们 在灵界遭受重创 回归后援气大伤 给我拿下它 不准离去 有人大喝 盯着道场内 那个少年 不能进仙谷 我等不允许他离开 火云洞的天神 亲自开口 疼得站了起来 来到道场的边缘 此地哗然 已然熏废 很多人都知道 在灵界发生了什么 几个鼓叫 这是要利用影响力 阻止那名醉血后代离去 要在这里情杀 所有人都望向了道场内 终于找到了那个少年 哈哈 十号大笑 长身而起 经得他附近的尊者 一个个全部倒退 不敢临近 他姿态奔放 看着场外 盯着那几个古老道筒的人 道 真是好霸道 连这种规则都敢破坏 不过你们能进来吗 给我开 有天神出手 要进道场 可惜被一道 神圣之光阻挡 无法临近 这阵很古老 强大的惊人 就是为了保证公平 防止外人闯进去 几个道筒虽然强势 但也没有想到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想临时破阵 那根本不可能 需要耗取大量的时间才行 你究竟是谁 一位天神贺问 我是谁 十号看向四方 但终究没有说出 而是一声轻蔑的冷笑 道 静先古后 你们自知 两名天神握紧了拳头 他们知道 这个少年多半来历经人 不止一重身份 天哪 老祖你醒一醒 有人悲呼 摇动那位中了 灭魂针的天神 这可不是虚神界的东西 是十号陷入 绝阵中时收来的 为上界的霸道 而歹毒的禁物 我们的道筒也有初代 更有古代的怪胎 注定要在仙谷中诛杀你 有神奇怒吼 带着无尽杀气与恨意 是吗 十号文言冷笑 点了点头 道 谢谢你们告知 到时候 我一定会去斩杀个干净 但请放心 你 几大古教的人震怒 所有人都额头青筋暴跳 但是却没有办法进去 当 一声钟鸣 大阵转动 整片道场模糊了 人们知道 传送开始 这一万名尊者 将被送进广袤的无人区中 第0814章 无人区 不止罪州 三千州共阵 中古齐名 阵洞上界 预示着所有人都上开始路了 一座又一座超级传送阵开启 带着各州的胜出者 前往那片谷地 可恨 一定要看着他被斩杀 罪州这里 火云洞 妖龙道门的人低吼 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走了 我们去那片谷地外 观看结果 有人说道 当然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 因为路程太远了 而横渡到那里 也只能等待 谁知道 大战要持续几年 小夕缠缠 草木嫩绿 这是一片宁静 而又美丽的世界 罪州的一万人出现 并未挤在一起 而是分散进 这片无垠的山河中 不过偶尔彼此也能见到 他们左看右看 充满了好奇 这就是广袤的无人区吗 他们居然进来了 要知道 关于这等密土 有着很多传说 教主近来都可能会陨落 是最神秘与凶险的地方 造化书院的老院长 何其逆天 当年号称老无敌 那是比肩六大天人的强者 结果却死在了无人区深处 也许 唯有这个特殊时期才能进来吧 因为那朵鲜花出现了 要在这片区域绽放 会有祥瑞笼罩 泥土的气息 草木的清新 迎面扑来 十号深吸了一口气 历经一场大战后 来到这里 他彻底放松了 附近这方元树里内 能有二十几名尊者 都感应到了他 一个个惊悚 迅速倒退 远离此地 每一个人都对他充满了敬畏 这是一个连天神都敢杀的人 谁能不怕 我有那么可怕吗 十号露齿一笑 牙很白 很灿烂 可是缺下的二十名尊者 一个个头皮发麻 其中一名女子 更是忍不住尖叫 别 杀我 真无趣 原本还想跟你们结伴行呢 十号摇头 不再理会 这些人一听 神色大动 后悔不迭 如果跟这样的少年魔王同行 还怕什么 只要不遇上古代的怪胎 多半可以横着走 嗯 忽然 十号迅速抬头 感觉到了异常 向前望去 一股柔和的波动 在虚空中出现 祥和而又圣洁 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浑身暖洋洋 一身疲惫进去 在那遥远的天边 出现一抹又一抹仙光 灿若朝霞 角若银月 大片的光雨洒落 令那里神圣无比 出现了 仙道花来 有尊者惊叫 无比的激动 身躯都在颤抖 想进仙谷 唯有等到仙道花来出现 只有在他绽放时 才能打开那道门 开启尘封的路 进入仙谷 它已出现 几时绽放 这片区域 最周的一万名尊者 都在期待 不过按照他们 了解到的情况 眼下也有一场造化 甚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也是仅有的造化了 因为即便到了这里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进仙谷 不过 这里是无人区 广袤无边 平日外界的人进不来 生长了太多的宝药 奇珍等 并且 据传这里有不死的物质 万一若是得到一滴 随便一点 都足以让那些 古老的教主们 亲自迎接 故此 可以说 这里有一场造化 依据历史经验来看 最快几个时辰内 先到花壘就会绽放 最迟也不会超过三日 便可开启仙谷风印 趁现在 赶紧寻机缘 这块区域 上万名尊者散开 飞速在山林中穿行 去寻自己的机缘 十号并不着急 不紧不慢 向前走去 始终盯着天边 动 这天地中 响起一声鼓音 沉闷 巨大 浩瀚 如同一方世界共振 天边那里的光彩更盛了 与此同时 一道宏大的声音响起 让每一位尊者 都清晰地听闻到了 这一次 上界三千州 共有五千万尊者 成功过关 进入这片无人区 这是上界 一群教主在传音 是最顶级的人物 虽然他们 不敢接近前方的仙道花来 但是却可以近来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 他们公布了一些情况 告知所有 深入这片无人区的尊者 十号听到这则消息 当即就是一阵头大 五千万尊者 比他想象的 还多了两千万 他以为每一周一万人 看来有些大周 是允许更多人过关的 依据历代的情况来看 每一次都会数百万尊者 最终进入仙谷 仙花绽放时 请你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十号认真倾听 他虽然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但自己毕竟不是来自大教 知道的秘星等 无法与他人相比 相信你们的师门 都为你等准备好了破玉符 一旦失败 无法进去 或者遇到危险 可以立刻破空回归 须知 唯有仙道花壁出现时 这片无人区 才不会出现意外 否则若是平日 有可能无法动用那些宝符 十号心头一震 这些他真不知道 因为祈道林这个甩手掌柜 从没对他讲述过 你们现在分处在三千个区域 都广阔无边 一周修饰在一区 不同区域间有戒币 希望不要击穿 避免引发冲突 都在各自的区域 有序进仙谷 这句话一出 这无垠的山河间 分散开来 彼此相距遥远的尊者们 都不能宁静了 这意味着 也许会有危险 他们清楚地知道 历代都有超凡的人 会击穿区域间的戒币 跨域远伐 寻找不死物质 进行杀戮 十号前行 神色平和 他没什么可怕的 就只等着进仙谷了 虽然仙道花壁出现了 祥瑞笼罩这片山河 不会有太过穷凶极恶的生物出现 但是依旧要小心 这是上界教主的告诫 此地并不是多么真正的祥和 也会有危险 无人区很特别 没有人能说的轻都有什么 也许踩到一滩黄泥 就可让教主丢掉性命 被一粒七彩水珠滴中 就会让一方至强者陨落 因为 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 现在祥和光辉弥漫 诡异的事情一般来说不会发生 但也需注意 第一天 很平和 什么都没有发生 五千万尊者 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分散在这片浩瀚山河中 根本算不得什么 彼此间有足够的缓冲区 第二日 这片区域外围 来了无尽的强者 都是上界各方民宿 都想一关究竟 他们不敢深入 因为那仙道花蕾 对他们有巨大的排斥 最强不能高过尊者境 才能临近 仙道花蕾 自这一纪元开始 已经开放了两千九百九十九次 每一次耗尽一条大道 而今还生最后一次 也将是最圆满的一次 将绽放出三千片花瓣 那花瓣都不是繁雾 可映照出仙谷内的秘密 这是人们来此的原因所在之一 他们不能进去 但是却可借助三千大的花瓣 观察仙谷内一部分情况 当然 任何一片花瓣 都需要教主催动 消耗极大 因为 他们不能临近 需要相隔无穷远的虚空 远距离的施法 难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 每到这个时候 各郊的巨头都会降临 而各州的强者会联手 一周只能掌握一片花瓣 借此探命 第二日午时 外部区域已经人满为患 一辆又一辆碾车横空而来 喷勃瑞霞 全都是大人物的座驾 有些更是伴着混沌器 让天神都畏惧 快速躲避 那时 天国的战车 想不到该交之主亲自来了 有人吃惊 一辆血色战车 杀伐器滔天 像是被千万生灵的血浸染过 有无尽的煞气 仿佛可以听到无穷生灵的哀嚎声 众人变色 这个杀戒之主最为神秘 漫长岁月来 没有几人见到过 今日他的战车居然出现了 仙谷逝去 而这一纪元也快走到了终点 一些禁忌人物预感到了什么 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故此轻身出现 一座铜殿 被九头蛟龙拉着 隆隆而来 释放混沌器 这一景象 惊呆了很多人 仙殿的人来了 而且是该盗筒那位自太古 一直就沉眠的古老存在 亲自到场 铜殿是他沉睡之地 难道他苏醒了 这让人心头发颤 应该没有醒 只是来这里等待机会 到时候有人会唤醒他 一些巨头猜测 随后 补天教 西方教等各方顶级道统 纷纷出现 当世皇族也降临 引发大地震 醉州 火州 天州 魔州等 各方人马齐志 五行州方向 布老天尊亲自到场 周围有一群人陪着 浩尔进去了 不知道会怎样 十号的母亲秦一宁也在 脸上写满了幽容 同时还有一抹遗憾 秦语道 另一个号 哎 在他的旁边 石子灵也在 是专门从他修行的 苦寒之地回归的 要一起为秦号送行 目送秦号进仙谷 与天下奇才争锋 夺造化 双骨至尊 一定会所向无敌 因为老祖将珍藏的不死宝业 用在了他的身上 双骨皆无暇了 秦族有些人在议论 无比自信 时间很快 第三日到了 无人区中 数千万尊者都已躁动 有些迫不及待了 因为 最迟三日间也会开启 显然时间 就要到了 在此期间 有人获得大造化 发现了不死物质 引发大波澜 遭遇很多尊者追杀 最终无奈用破玉符里去 咚 天边 彩霞喷勃 仙光滔天 那里越发的神圣与祥和了 人们知道 仙道花蕾要绽放了 第0815章 一脚未来 咚 又是一声沉闷的巨响 犹若古音 但却震慑灵魂 这与仙道花蕾有关 是他蕴含的大道在明洞 天边 彩霞如烟 弥漫阴云雾气 绚烂无垠 染得这片天地都圣洁了 模糊间 仙道花蕾显化 在那里隐约间可见 散发出的仙气 在整片山河中流淌 好舒服 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说道 无论多么疲累 身上是否有伤 死都一扫而空 像是经历过一场神圣洗礼 这山川间 这万物 都被一层薄薄的物丝所缭绕 越发地迷蒙了 草木清新 嫩叶更绿 泛出光泽 灵药发光 药香浓郁地化不开 一些生灵体内 活性力量大增 万物都仿佛在变强 多了一种生机 小心 这个时候很危险 也许会出现莫名生灵 把握好自己的路 在这关键时刻 有宏大的声音响起 提醒五千万尊者 这是历代前人经历过的事 仙道花蕾绽放 让这片无人区祥和起来 会驱散穷凶极恶的生物 也可化解掉各种诡异的危险 但是 同样会吸引来一些 不可思议的生灵 尤其是在鲜花绽放时 更会如此 原本 鲜花一放 万道共鸣 会压制超过尊者境的物种与强者 但是耐不住 他太神圣与超凡 总会令一些生灵 如飞蛾扑火般前往 参赛者大多都知道 因为族中的长辈早已告知 十号哑然 他并不知 像他这样的真人不多 这样的提醒很有用 不用紧张 那只是少数生灵 你们该上路了 小心一点就可以 有巨头安慰 所有尊者都在行动 一路向前 看着仙道花蕾在天边 但对于他们来说 不算多么遥远 一纵就如神红般 出去很远 嗷吼 墨地 远方一道巨大 如惊雷般的吼声传来 摇动山河 让很多尊者气血翻涌 惊动了整片无人躯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生灵 十号惊异 抬头仰望 天穷上有一道巨大的身影 浑身都是红色的毛发 遮拢了躯体 竟看不出的他的真容 血色毛发无比的蓬松 连世人是兽都不值 他很要挟 气息惊人 从来没有一种 生灵如他这般 给人非常不好的感觉 诡异与不祥 令人魂魄悸动 在其下方 那些草木都暗淡了 很大一片区域内 不少尊者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胸口发闷 要窒息而亡 吼 这头红色毛发披散 通体缠绕不祥血光的生物咆哮 对着仙道花蕾 张口血盆大口 竟要吞噬 这一刻 别说参赛的人 就是远方的尊者 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变色 这东西好强 似乎也很邪恶 不 发出一缕柔和的光 如同阳光照耀冰雪 让诡异气息消散 这头巨大的生物一声嚎叫 张口净吐出一口黑色的血液 而后不甘地退走 就此消失不见 所有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这东西太离谱了 一旦发威 必将是一场大灾 天边 再次传来一声轻响 又有花瓣在绽放 祥和彩光冲销 笼罩天地 让这里越发的瑰丽与不凡 很长时间 人们都没有出雨 默默向前 警惕着 不过 这一路上很宁静 很多人选好了位置 停了下来 静等此花全面绽放 足足半个时辰 不时听到花开的声音 那是一片又一片的花瓣 先到花瓣 共有三千花瓣 代表了诸天的一些大道 与此同时 成片的雨点洒落 晶莹透亮 用手去触摸 却又接不到 只感觉一阵暖洋洋 让人舒态 外面 所有教主都羡慕不已 有些寿源无多的人 甚至在微颤 恨不得冲进去 以身代之 五千万尊者 无论他们是否能 最终进入仙谷 光是现在 所得就值了 这是光雨 蕴含仙道气息 最起码可让每一个人 增加百年寿源 什么都不做 只是来这里走上一遭 就有这等的机缘 让人羡慕 对于很年轻的尊者 或许算不得什么 但是对于那些古老的存在 却很惜真 值得去拿神圣之物交换 生命总有走到终点的一天 到了那个时候 诸多宝药对教主等都无用了 唯有这等特殊的物质才行 唉 一声轻叹 从一辆紫金免车内传出 他被九条如同紫黄般的神情拉着 散发萌萌混沌气 所有人都是一阵 这可是当世皇族的战车 前嫌推演 亏到一缕天秘 也许有一天 我等会为了延续寿源几年 甚至几个月 而是向天笑 这一百年 现在看来也许不是绝世西真 可若是那一天到来 就太不一般了 这是他悠悠的声音 带着惆怅 那一天快来了吗 有人低语 同样是一位大教之主 心有不安 这一次 之所以来了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 大家都预感到了什么 脸黄出了问题吗 一头雪白的老龟开口 悬在虚空中 众人心头一跳 这可是上界最古老的生灵之一 生命力持久 活过来的年岁久远的下人 连他都来了 他说的话语 就是很多教主都不了解内情 只有一些最古老道统的强者 才瞳孔收缩 心中一惊 一些不死物质 虽然稀薄 但是却可以透过来 分布在上界 故此让所有修行者的生命都很长 若是有一天 不再有那些物质出现 会发生怎样的事 天国之主带着血腥气息 端坐在低血的战车中说道 让每一个人都毛骨悚然 他接着道 到了那个时候 人吃人 生灵吃生灵 万物凋零 都是最常规的现象 这血淋淋的话语 让很多人寒毛嗖嗖倒数 真有那么一天 这天国之主 绝对是一个大祸害 同时 很多人也都惊颤莫名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上界修饰生命都很长 这难道不是正常现象 竟有 另一种原因 若是这片天地干涸 若是与那个地方断绝联系 那微乎其微的不死物质过不来 我等中最强大的人 也不过一两万年 寿源到边了 西方教主一声轻叹 他修成杖六金身 与正常的生灵不一样 如同黄金铸成 宝像庄严 为上界最强的一列人类 他说出的这番话语 不仅让所有生活 真意等境界的修饰惊悚 就是一些教主 也都觉得机体生寒 西方教的道统 与上一纪元古僧 这种修行者有关 据闻他们挖掘一个巨大的遗迹 因此该教不仅强大 还知道很多秘星 争夺 这两个字 从仙殿那里传来 那座古老的铜殿当中 沉睡着该教一代猛人 强到无法揣夺 此时此计 连这些教主都如此 更遑论他人 怎么可能 正常来说 我们的生命力会很少 世间最强的人 也只有一两万年可活 许多人不相信 就是一些天神都站立 看向各自道统之主 这个消息太惊人了 出文只是触动 可是越想越觉得恐怖 要知道 当时很多志强者 都是从太古活下来的 动辄就是百万岁 那些强大的教主 哪一个是短命鬼 最差的 也能活上数十万年 现在 有人突然告诉他们 未来这上界最厉害的生灵 也许都只能有一两万可活 怎么不恐怖 让人胆寒 最强的生灵如此 那么天神呢 而更为靠下的尊者呢 这不可想象 到时候 他们能活几年 先到花壘 三千花瓣开径 耗掉所有 这一纪元到了末期 那一天也许 不远了 一辆银色的战车中 有女子开口 带着不甘 有种沧海桑田般的遗憾 这是当世帝族的战车 这些道统纷纷出言 证明了所说非虚 都在担忧 未来不可测 但终时能看到一脚 要早做准备啊 有人说道 不应如此 不能这样 有人低吼 那是一个老教主 面孔扭曲 不能宁静 人们很快明白了 自太古活下来的人 他们受到的冲击最大 因为他们 已经走过了人生大半的历程 原本就受缘无多了 若是发生那种事情 他们能活上几年 不仅如此 真神 神火镜的修饰等 也是如此 除非自己还年轻 不然未来将充满了不祥与诡异 可以想见 那一天一旦到来 估计不少人活不过几年 就要哭死在时光中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为恐怖的事 那个时候 还会有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大战 从边框而来 战火蔓延 冲荡三千周 一珠古藤说道 他伸展之鸭 发出湛蓝光辉 可无论怎么看 他都太古老了 快疯化了 众人从头梁到脚 尤其是后背强者 都呆呆发愣 这就是上界最强者们 看到的一角未来吗 过于吓人 未来充满变数 不可捉摸 不能确定 诸位不要全部当真 有人开口 缓和这种情绪 快看 那是什么 有人大叫 声音发抖 充满了震惊 难以置信 所有人文言后 都快速回头 看向无人区 什么 那是一 便是一个大族的组长兜阵战 惊叫出声 但是却没敢叫出 那个让人生味的名字 这种生物都出事了 捷天教主黑发披散 大吃一惊 他快速结印 截取天地本源 获得那种气息 确信是否为真 我以为真正的事 就算是否为真正的事 我以为真正的事 是真正的事